午后一点 李翘睡醒了 约摸过了半小时 他才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卧室 客厅里 商语不在 只有洛宇坐在沙发上低头玩手机 听到开门声 他连忙站起来 李小姐 他们呢 老大和蒙先生在隔壁 顾晨先生回公司了 不多时 客房服务人员送来了午餐 李翘精神不济 也没什么胃口 简单吃了一些 就望着洛宇说道 下午后去一趟千木集团 需不需要我带上律师 带上吧 再准备一份 人工智能零件的商务合同 李小出门前 去了趟隔壁的套房 敲门而入 就听到了熟悉的调侃嗓音 弟妹可真是让我光目相看啊 听说你跟千木集团 张嘴要了八个亿的赔偿金 这还真是个发家的新思路啊 陈哥这么闲 话外音 怎么哪儿都有你 你没跟他说我在黑鹰的身份 值得一提 难道不值一提 他好歹也是黑鹰的军师 当初蒙俊内斯 还是被他拉拢到麾下的 商誉没理会贺琛 看着身边落座的梨窍 要出门 嗯 我要去找顾晨 另外 我想促成千木和眼黄的合作 他们生产的一支配件可以重新投入 又能够省去眼黄开发生产线的过程 你觉得如何 随你 想做什么就吩咐洛义 早点回来 文师带你去选个人 好 他走后 站在一旁的蒙俊试试问道 教父 要不要派点人保护师妹 姨母放走了 走了 上午十点多 我们假意放松戒备 让他从酒店后门逃走了 目前还没有他的出境记录 应该还在大众 派两个人跟着晓晓 有异动直接处理 不要让他动手 蒙俊应声照办 外面还有二十多名古佣兵 你就派俩人给他 小野会没那么急功经历 姨母回去复命之前 他不会再有下一步动手 你对他倒是了解 我去趟地下赌城 前些天听说 有人在买黑鹰教父的消息 我怀疑是柴尔曼的人 柴尔曼家族现任州长 关系不错 赌场位置不要报了 怕什么 现在就算给我疯了 等蒙俊上位 还不是一切照旧 话落 赫尘双手拽了下衣领 昂首阔步地离开了套房 只有一辈子 我能不能帮着 我还是要